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共和党参院过半 现在众院领先 川普的这一番话已经反映出来 他接下来要把美国带向什么方向 我们来听一听 很多人都告诉我 神给我的生命赏了一条理由 那条理由是救了我们的国家 好 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其实川普的大胜利 你看到所有这个全美的地图 几乎变成了红色一片 所以他们形容说这是一个红色狂潮 包含了他创下了一些记录 佛州的最大郡36年来 共和党第一人拿下 就是让这个红色占领 另外七个摇摆之后不摇摆了 全部也都倒向了共和党 还有现在这个参院过半众院领先 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伪到 所以看到了各大的这个美国媒体杂志 报纸 他攻占了所有的头版 那美国的媒体也形容 川普的胜利是40年来最大的红色浪潮 那也代表这个共和党的颜色 就是红色西卷全美 那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 同样也是用这个川普的这个样子 来作为一个封面 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 那参众议院的选举当中 现在共和党拿下过半 独揽行政权立法权 再加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 有三人是由川普在过去 总统任内提名的 所以他现在堪称行政立法 司法全部都掌握在他手中 我们看到大陆的学者 金灿荣教授分析 他说如果民主党不符 激烈反抗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巩固 共和党内部的团结 他更有助于川普 获得更大的权力 没准他会成为美国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 当然很多人在猜说川普会赢 但没有想到赢这么大 赢麻了 那川普现在真的是所有大权在 我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番细项呢 恐怕过去站在对立面的人 要瑟瑟发抖了 曾经得罪过川普的人 以他的性格来说 资牙比报 就有仇一定要报 要算账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死亡名单 这个川普的死亡笔记本上面 都写了哪些人 这个看到现在这个对手 贺锦丽 这个拜登 他们现在都有致电嘛 就说啊这个 恭喜你当选啦 然后甚至拜登还邀请川普来访 又说可以来白宫走走 那你看到这一张照片 是在这个推特 也就是说现在的X上面 被拍下来 裴洛西呢 他其实是到场去力挺这个贺锦丽 就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他离开的时候 被捕捉到眼眶泛泪 抿嘴皱眉的沮丧神情 大家知道裴洛西跟这个川普 简直是水火不容啊 川普甚至还用巫婆来形容裴洛西 那时候他还在这个川普后面 直接撕掉这个意识录 两个人是这样子的相处 所以他整个人沮丧着脸 那媒体呢 也是下一波被清算的一个对象 因为CNN CBS都是川普一直讲说 太偏颇啊 那过去呢 这个CNN其实都是一直在骂川普 川普还甚至告CNN毁谤 要求152亿的惩罚性赔偿 现在是不是转风向啦 CNN开始检讨起民主党 就说这个战犯是拜登啊 然后还说川普击败了贺锦丽哦 重磅回归白宫写下一串历史记录啊 其实有些眼尖的人发现昨天CNN的标题一直在 就是改来改去 就原本好像就很不想夸川普 就觉得现在局势还未明 最后一直到这个大势底定 赶快变成说哎呀这个川普创下了历史 所以CNN可能也发现苗头不对哦 那再来CBS的话 你看到当时的这个辩论哦 这个就总统大选的时候 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麦卡锡 他就讲说 大选获胜之后呢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川普 然后CBS呢也赶紧报道了这个消息 因为原本川普就觉得CBS有点偏颇 那你这样子去专访贺锦丽 他说这个是有点误导大众 刻意把这个贺锦丽给美化 所以他对CBS也是非常的有意见 那另外呢 这个检察官史密斯 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他本来都在办川普的案子嘛 结果呢 他现在讲说要逐步结束这场官司 现在是风向不太对哦 两起这个联邦诉讼案 他说现在要来逐步结束啦 可是川普早就已经讲说 他当选的话要开除 开除这个检察官 要在两秒钟内开除这一位史密斯 另外过去帮这个贺锦丽站台的 明星群大咖群 现在是不是也开始有点紧张害怕哦 泰勒斯 泰勒斯这个跟币洋斯写反了 这个是泰勒斯 这个是币洋斯 欧普啦 珍妮佛 还有阿诺 以及马丹娜 都有去站台哦 所以这些明星会不会也变成 被川普清算的对象呢 那前一阵子呢 有一些人在讲说川普上来啊 长空还没反应出来 短多只是因为没有出现暴乱哦 所以先有一个庆祝行情 但是呢 他政策一旦下来的话恐怕就是长空了 我们来问一下 杰老师怎么看 当然川普这次是大胜啊 就是说这个是全面执政 立法司法行政他全部掌握 那美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总统没有办法跟这个两院 他的同党没有办法控制两院 要不然就是控一院 美国制度上 如果总统自己的政党不能控制参众两院的话 基本上就是半驳脚 所以很多政策都很难执行 那川普这次等于说都为他开了绿灯 所以他未来啊 他会他会他要做事情很方便 这个总统跟他自己同党的这些国会议员 会有不同意见机会比较少 美国政党的纪律还蛮强的 而且他这个在这个国会里面啊 投票很少跑票的 他们就是就是党技很强的 党边事实上的话 对那些尤其那些小议员的话 那他们不敢反抗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好时机啊 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对 那可是民主党会不会认输也不会认输 我跟讲美国人就是政客就是一个很好斗的一个 他这个文化就是很好斗 那这一次你不要看卡曼 这个贺锦丽 他昨天是懵了啦 他第一个晚上懵了没出来 对等了一天才出来讲这个话 他这个话我从头到尾听了三遍 我认为就是说免礼长不是免礼长针喔 免礼长枪 这个枪还蛮厉害的 他讲说 他说我们要继续战斗 要战斗什么 为什么而战斗 为美国的民主 为正义 为了自由而战斗 那他不就暗示说川普上来美国民主也完了 正义也没有了 自由也没有了 他讲得非常斩丁丁 讲了好几遍 然后呢 他有一句话 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黑暗的时 就是一个时刻 川普上来 你前面讲得很好听 你后面讲川普上来就是我们要走上一个黑暗的时刻 不过他讲了几句话有没有 他说可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才会看到星光灿烂 这个当然是美国老身上 可是他把川普上来是一个黑暗 dark time 所以呢 我认为不是免礼长针的 免礼长枪 那他要fight 他用fight很多遍 所以呢 鼓励他的支持者 绝对不能够放弃 我们的理想 我们这个好的机会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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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 已经为美国未来四年川普执政 这民主共和党的基调 已经写下了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指导纲要 就是fight了 那会不会fight赢呢 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机会 那因为美国的自由派的力量 还是很大的 那川普事实上 他这个选举中 做了过多的承诺 这些承诺 基本上 现在一一要拿出来 十件都很困难 我上台 几秒钟我就要跟谁打电话 几天我就要结束什么 现在我们就要倒数计时吧 五天内结束 俄乌战争 现在第一个普丁就不跟他配合 普丁说 我不打算跟拜登通电话 因为呢 美国现在还把俄罗斯当作不友善国家 对美国 对我俄罗斯非常的不友善 对不对 甚至普丁的这个战友 老战友 梅德韦杰夫 他还说 普丁要自己 拜川普自己得小心点 我们怕他可能成为 另外一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甘乃迪 甘乃迪在美国怎么结束他的政治 被暗杀的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 川普是现在风光得意已死 建立到最高点 那么也得到了很多 这些美国大部分民众给他支持 可是他自己给自己划下那条路 一点都不好走 内内外外都会受到强烈的反抗 所以呢 人们说了 我们就说美国会不断的有戏 戏会越来越什么 越激烈 精彩不见得 会很激烈 好 山雨欲来了 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 对因为老师说 即便是在选前 可能多数人会猜川普胜率比较高 但是当昨天的结果出来 大概没有想到说会这么的全面性 就是整个共和党赢的是非常的全面 民主党基本上输得很彻底 对 那所谓的七个摇摆州 之前大家做了好多的功课 可能几票几票几票 没想到川普这么多年来了 他第一次是2016年选 那2016年选当思念总统 下来 下来之后其实他的影响力没有摔退 就共和党曾经有一批人 比较建制派 想说你把我们国家带到这个地步 那选举选输 那基本上要把你的力量轻出 但没有成功 反而在过去四年 即便川普没有在位 他还是美国政治的注目焦点 比如说2022年的集中选举 他就表演得非常卖力 而且到处去站台 扶持维持他的能量 而且他会记仇 就是假设你有意跟我梳理的 比如说德桑提斯 后来挑战他 当然失败 他就用很强烈的语言去骂你 鼓动他的支持者 一直到现在 所以到2016到2016到2018的12年 都是川普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现在的两方面应该 照理要说的是 民主党应该要做败战检讨了 贺锦丽当然是一种 这种选举的这种 败选演说当然很关键 但为什么输 是选举策略输了呢 还是人家攻你攻的是 刚好攻到恰到好处 就是两张王牌 一个经济表现 一个是隐名 还是贺锦丽你个人的 你的能量 你的表现不行 那赢的方面 当然刚才大家讲 川普的个性还是会 有功劳的一定会给你 那有仇可能会记在心里 不见得会一定马上行动 但是会记在心里 第二点 我觉得现在大家说 当然这一期的时代杂志是他 我们不要忘记2016年 因为时代杂志每年都会票选风云人物 就是给川普 但里面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 这么大的字 右下角个字 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他写的是美利坚分众国 这个社会是分裂的 因为美国的名字是美利坚和中国 沿着什么分裂 沿着地域 种族 党派 还有各式各样 包括甚至有点是阶级 那这个现象其实到这次 我觉得没有改变 在这次美国大选里面 更加印证美国政治 两党非常非常的激化 第三点就是输到 几乎是没有办法的民主党 因为美国是 这个讲究是分权制衡 但是国会两院没有 那这个联邦大 联邦最高联邦法院里面 非常清楚 保守派对自由派 其实川普有很大的优势 意思是说什么 连要发动去 怎么讲 罢免他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 因为历史上 美国就这么五次 川普任内两次 2019 2021 那现在没有办法 在众院过半 连发动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 就是川普的世界 最后句话就是 川普的这个时代再度来临 大家都秉息以待 好 来问将军 我特别要讲 这次川普能够当选 确实是 我个人是不意外 那我们去检讨 为什么川普 以他这种声名狼藉的状况 他又官司缠身 然后第一 上次来讲已经败选下来 居然可以东三再起 不但东三再起 还可以以这么悬殊的比数 能够获胜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面 当然美国自己本身里面 内部有很多的因素 包括到他的国防外交 包括到他的移民政策 包括到他的贸易 以及他的经济政策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说是 这次的选举 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讲的话 老百姓听得懂 你去跟老百姓讲说 民主正义 其实老百姓听不懂 老百姓只听得懂什么 先够断断再够服务 对不对 你先把我肚子顾好 你再去跟我讲民主正义 再去讲主张国际关系 你再跟我讲说 未来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但是很明显的 川普来讲的话 他的政策来讲 就是一针见血 马上让你民众听得懂 但是我觉得美国 很多的民众 因为他们投票 跟我们台湾一样 民主投票都是一个人一票 对不对 李大中博士这么保学之处 他也是只有一票 对不对 我一个军人我也是一票 那我投这一票 可能站在军事的立场 他投这一票 可能站在国际的立场 那这个平常一般开送Uber的 他也是一票 那票票其实是等值的 所以你重点是 这些普罗大众来讲 是多数的 真的是有学问 或者是能够深思熟虑的人 这个学者专家 毕竟是少数 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讲了几句话 我觉得是他获胜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 第一个他的这种减税的政策 他就很简单 很粗暴 可是一定有效 他减三种税 大家听听看 这个一般老百姓听得心里怎么干 小费税我减掉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加班费 我不再收税了 第三个对于老人年纪 也就是他们社会福利这种税 我减掉 老人听懂了 对不对 我可以少交税 这个加班族他听懂了 对跑Uber的他听懂了 在餐厅里面打工的 麦当劳那些小弟小妹他听懂了 那这一票当然就投给他 你这些人 就算是不管他学士怎么样 你去跟他讲未来他听不懂 跟你讲谁他听得懂 那另外川普来讲 我觉得他有一个震慑 我觉得就是他讲的关税 他讲的关税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我捡我们自己国民的税 我们少收税 那我们去收谁的税 我们去收外国人的税 所以大家一定很高兴 对不对 这个其他每个国家交10%的税 中国科60%的税 你说这些老百姓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 可是问题是说 他们就没有想过说是 当你这些关税增加以后 紧接下来 你自己国民 会不会你的这种通膨率会增加 那你通膨增加的话 你会不会来讲的话 你的利率会增加 其实老百姓不会想那么多 老百姓想很单纯 最后我只讲一句话 我印象中 就像是这个 韩国瑜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讲的那个口号 到现在我想大家还记得 对不对 人进来 豁出去高雄发大财 多简单的人进来 北漂到台北的这些人都回来 那家长听得很高兴 对不对 或是我东西可以卖出去 农民很高兴 高雄发大财 全市都很高兴 我说川普就是 就是像这个 这个韩国瑜一样 当初的考一样 让所有老百姓听得懂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